and what's your name? 雷 Thank you 哇 下雪了 哇 下雪了 我的天啊 好冷 我不会进来 会感冒 我们是雷德小时 今天是我们百国旅行的地 其实今天我们现在在亚美尼亚的 塞凡湖边 塞凡湖是高加索地区的第一大湖 而且我发觉它的海拔非常的高 我们现在所在的海拔有1700米 您不要觉得1700米是一个很低的海拔 在这里的话就算是很高的了 因为它纬度高 对 它能达到我们海拔3000多的效果 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环湖吧 Let's go 我们现在在塞凡湖边的一个村庄 你看 雪已经覆盖满了整个村庄 哇 是现在特别的漂亮 你知道吗 有时候一辆拉达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 你就恍无隔世 像我们开的前苏联看 这不是拉达 不好意思 低调 这个一下穿帮了 我们在白雪麻麻的村子里面 然后停歇一会儿 然后特地来看一下雪 对 有老人家出来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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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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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爷爷给我们带着苹果 谢谢 谢谢 走吧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了 你过来 怎么了 这边有一家请我们喝咖啡 哇哦 真的啊 快点快点 我们去看看 诶 那个小姐姐 这么好运的吗 好运的吗 好运的 好运的 哇哦 嗯很香 我们问了很多小姐姐关于她和亚美尼亚的问题 小姐姐在首都艾利文念大学 在她口中 我们得知了亚美尼亚虽然GDP不高 但是受教育程度还是不错的 因为前苏联的关系 这里的艺术造影很高 普通的农村家庭也有很多可以摆弄乐器的人 村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和谐 相互之间会互相串门做客 但这里并不好找工作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去俄罗斯工作 她目前还是单身 并不拒绝找一个中国的男朋友 几个中国人的到访很快在全村传开了 陆续有很多当地人来围观 其中有一个大叔因为头发美 而被封为全村的春帅 小姐姐希望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她 哦 我们从早上9点钟做到11点钟 然后我觉得他们可能一会儿要给我们吃午饭了 然后一会儿可能还会吃到他们当地的一些午餐 通过前几天的经验 我们知道光喝一杯咖啡是绝对走不了的 果然不一会儿功夫 他们就拿出了福特加来招待我们 莫德加来了我看到莫德加招待了兄弟们 招待不来了兄弟们 莫德加莫德加 莫德加莫德加 莫德加 莫德加 来一口闷哈 你到这里就是不碰酒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除非不跟任何人交往 一一交往的话 他们最热情的招待你的方式就是喝酒 所以来吧 让我们一起庆祝吧 和这群三个小时前还不认识的陌生人酒过三巡之后 一一告别 可爱哭了 爱死吗 爱死吗 现在我们去他叔叔家 然后呢 开始第二场 他叔叔开着一个老辣的 帅 我们到了 这就是我叔叔的帅 哦 哦 你啊 他们是我的叔叔的帅 哇 哈喽 哇 看 吉他 鼓 钢琴 是什么东西 是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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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的叔叔可以做这些 哇 这些 这些 哈哈哈哈 小姐姐的叔叔是一个音乐师家 他们的音乐造语 着实让我们惊掉了下巴 而且他们家的乐器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自己动手做的 此时我们只能感叹高手在民间啊 哇 哇 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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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们以为我们只是来听听音乐的吧 不不不不不不 大项目还在后面呢 他叔叔拿出了84年的老酒招待我们 我们从早上9点钟出来一直喝到现在 然后现在我们要回宾馆了 我真的快找不住了 太晕了 真的 我根本不该想象 如果说我们到老师的话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 我们得回宾馆了 这是我们最后的结束了 Happy Ending 我们准备回去了 这是一段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友谊 所以说我这觉得 真的 还是那句话 这就是旅行的意义知道吗 我们要去遇到更多的人 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 所以很乐意把这一切分享给你们 This is my lie 最后我们喝了饮 然后不舍得告别 我甚至不知道 这是不是生命中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但很高兴认识他们 对于我们来说 旅行就像一部公路电影 每一站都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故事 故事里的人们依旧会停留在原地生活 而我们会继续沿着公路开下去 也许直到完成百国计划 才会停下来 然后变成他们 We're acting normal